同學 各位 同學心 大家早安 主張 中華民國 在1949年 十二月催生 流浪在台灣 以後的日子 到今天的年紀 將來不法用建政法 來討論台灣的國際地位 因為台灣的國際地位 你若無法用建政法來討論 我幫你報告 絕對 台水的天高 差不多百分之五十 實際無限百分之五十 對 台水的天高 我來請教各位 一個問題 請大家老實來回答我 如果剛才有一個人 已經六十幾歲了 有一天 雄雄 他發現說 他的DNA 向日本天皇 一模一優 當時也有管理 來忌諱日本天皇 請問 如果剛才是你 你要建議這個人 來信任說 他是日本天皇的好生 如果 我再說一次 有一個人 現時已經六十幾歲了 有一天 他發言說 他去檢查DNA 他發言說 他的DNA 競然跟日本天皇 一模一優 定義就說 日本天皇的好生 日本天皇的好生 他可以繼承 日本天皇的地位 請問在座各位 你認為 他應該 競爭老闆 還是不應該 那認為說 應該請你拿去 那如果政府說 不應該請你拿去 我的看法 是老闆 你是老闆 你沒有任何人家 也是我的老闆 也是他的老闆 因為這個問題 我跟各位說 台灣這個土地 到底 這個土地 是誰人的手袍 變成土地的依情 我又來問 各位一個問題 聽我清楚 台灣 是台灣人的台灣 再說一次 台灣 是台灣人的台灣 如果對你拿去唱 唱一首 我又問 另外一個問題 國賓飯店 國賓飯店 是躲在國賓飯店的人 國賓飯店 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的 如果對你拿去唱 沒有啦 沒有啦 你們有兩頭的標準 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沒有看你來說 國賓飯店是他的 請問是怎樣 台灣人有看你說 台灣是台灣人的 當然啦 我這間的英國最好 20分 我會留給你 他可以來問我 所有的問題 因為 台灣不是台灣人的 台灣 所以 台青帝國 1895年4月17號 因為建書和日本 天龍簽 馬關條約 叫做下關條約 在座各位 你們有沒有看過下關條約 馬關條約請你拿唱 完文 你有看過 在座我看過 沒有到10分錢 30分錢就沒有了 你就沒有看到馬關條約 你如果知道馬關條約在內 喔 客分有什麼 他說馬關條約說 中日 教武戰爭以後 中國建書 所以 簽一個 馬關條約 將台灣和澎湖 割讓給日本 我今天在這裡 告訴你 這個答案是 完全錯誤 因為 你不去看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 頭一句 聽清楚 馬關條約 有三種 一種是日本 一種是英文 一種是漢文 一種是漢文 第一句話 聽清楚 聽清楚 大清 大皇帝 和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同意簽署 馬關條約裡面 第二條 好 台灣 台灣周邊群島 和澎湖 永遠 割讓給 日本 天皇 我說一次 永遠割讓給日本天皇 再次透過 基本上都差不多收過大海到 A跟B兩個人簽合同 他的權力範圍就是在A跟B A必然有這一個東西的所有權 他可以從A完全割讓給B B承接了這個東西以後 他就擁有這個東西的所有權 各位 中華民國教育裡面 第一項 給你們騙 很清楚啊 再來看 一本建書以後 1952年4月28號 舊金山和平條約 第二條 看過舊金山和平條約的原論 這兩個條約 你是憑什麼 看過舊金山和平條約 你是憑什麼 看過舊金山和平條約 台灣的國際地位 究竟呢 和平條約的第二條 什麼 他說 日本 讓日本 反駁 放棄 或 辭曉 浮曉 日本 可以 改革 tenha 不说佛摩萨 各位在座啊 你老是听到英国的 你知道吗 ALL全部的right title and claim 后面为什么不加S 为什么 因为标识日本政府 只有放弃 台湾的管辖权 也就是 主权权力 这个主权三文体 这一会变成汉文 他没说 是最近的事情 汉文叫三文体 所以说主权以前的中国人 只要说管辖权而已 根本就跟大家说 什么叫做 杀了 所以 吉田茂 和杜勒斯 当时在签 就今天和平条约的时候 吉田茂有跟杜勒斯说的 第一他说 请你 刚才说你要记得 我日本天皇在1945年四月前印 已经颁布教书 在台湾平和两个土地实施 日本的宣传 在万国公法里说 因为 交合的教书 明治宪法的教书 还说到万国公法 这个标识说 台湾恒服这个土地已经变作 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国土 可能在座没什么人听到 神圣不可分割 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相信在座各位 你不听到 毁者听到 毁胡锦涛 毁文家宝 毁江泽民所听到 但是最近三年 他们已经没说了 为什么他们不讲 因为中国开始研究建政法 建政法已经在中国的鼓掌 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 因为南京军机的司令员 向他中央的命令 要向87位学生教书 作为来研究建政法 当时用武汉大学 一个研究团队 去研究建政法 这个建政法里面 罗伯他在三年前出一份 武汉大学 以所研究的战争法里面的 所有的论述 和我里面 亦无疑 为独独 台湾 他无共 为什么 但是在几年 上个月而已 3月14号 三月十四月的时候 温家宝在十七大记者会 里面他说 自从中国割让台湾以后 中国人的政务官 没来在台湾自由行 代表什么意思 各人在国际法里面 因为国际法规定得很清楚 什么来说建政法 我给国家要行刷免 什么叫做战争法 战争法的法律 没有成为一个规定 条文室的一二三年 战争法里面是五种公约或条约 演变为战争法 第一 1907年的海牙议事公约 第一 第二 日内法和平公约 第三 红十字会 总装成在有关建政的博文 第二 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 第二 美国陆军松鼠野战手册里面有三千多两 这些条文变成战争法 国际要遵守 跟你说 战争不移转主权 如果战争可以移转主权的话 我相信驾驾 今天这个现代 美国已经是专业了 所有国家差不多都他的土地 这个战争不移转主权 为生意时刻开心 一定要遵守的 从1830年 拿破仑时代一 拿破仑时代一景 战争就是并吞 我这年 这个土地就变我了 但是老百 世界 1830年 以后在欧洲开心 有这个不成文 的成文战争法会议 战争不得移转主权 他说 中华民国在1949年 3月份 12月13日 他宣布说 中华民国迁都到台北 这来北有行文 他怎么会说中华民国迁都到台湾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流亡政府他都有说过 但是为什么不能一个台湾 我清除到台湾啊 为什么要讲台北 各位 流亡政府 要到离开他自己的法定土地 来外面的地方 来成立政府 临时政府 这种情景啊 一定是在城市 可比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争是在哪 法国 叫做帝国站名 法国人 他走到 伦敦 成立法国流亡政府 在伦敦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 French comma London 比利时 也是同样叫做帝国站名 他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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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做 比利时 comma London 韩国 流亡政府去上海 叫做 Korea 香港 我请问 中华民国 在国政上 现主席用的名 是什么东西 中国台北 中国台北 我们都讨厌英文 中国国人 甚至一些高兴 就跟你骗了 他说中华台北 还是中国台北 其实他的原名是什么 Chinese XLive 流亡 Government 政府 In 台北 所以 中国台北 这个名字 是唯一中華民國在世界上 要參加國際組織的名稱 已經跟我們大家說 他就是叫柳翁政府 10年以來 跟他說 奇怪 我用的鈔票電話就寫中華民國 我的搭檔上面寫中華民國 應該我們是中華民國這麼對 叫我講的 中華民國那本獲照 在東南亞還有承認 沒有 以前來說就要 洗五十塊美金 海關還是移民宿的時候 五十塊美金 甚至一百塊美金 才要給他過 台灣人不知道 再說一個比較現實的 1945年八月十五日本導航的疫情 請問各位 誰轟炸台灣 什麼人轟炸台灣 日本人聽你搭手 日本 都沒有 你比較聰明 成大比較聰明 美國轟炸台灣的疫情 不錯 美國轟炸台灣 所以那個時候 美國人是台灣人的什麼人 敵人對不對 是敵人的疫情 不錯 都沒辦法給你騙 中華民國跟美國是同盟國 台灣人的敵人 是美國人 美國跟中華民國是同盟國 請問 台灣跟中華民國關係是什麼 敵人嘛 你怕你都賣一盒 拿敵人的疫情 國外在你頭上 為何 這問題發生在這裡 這正法裡面有說出的 戰爭法裡面 沒有打贏打輸 這兩句話 win loose 沒有 戰爭法裡面是跟他說什麼 抗贏 征服 誰征服誰 那如果征服對方他後 他就有管理這樣 征服者 有佔領的權利 要他怕 最怕你 日本叫人打敗 和美國打敗 美國單獨一個國家來封鎖台灣 我請問各位 什麼人有管理在台灣吃什麼 美國 那不是 那邊問問題說 為什麼中華民國來吃什麼 為什麼中華民國在這裡 這是管理在1945年9月2號 麥克拉社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第二條一共 讓蔣介石來台灣接受日本軍方的投降 投降 這兩個字 這個字 在戰爭法裡面是沒有意義的 投降意義 是不是代表中戰 代表中戰 就是中子戰 沒有 沒有 你如果有那麼聰明 我騙你不會過 好 沒有什麼時候是中戰 對 和平條約生效日 一直到1952年4月28日 就金山和平條約生效日一天開始 這有叫做中戰 有的人說 如果中戰為什麼今天 台灣是中華民國在這個土地裡面 中華民國法律憲法在裡面 所以從來沒有把台灣放到中華民國憲法裡面 中華民國憲法第四條沒有修改 完全沒有修改 但是中華民國的憲法沒有修改的時候 標示說台灣這塊土地 不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這就是為什麼 美國經常跟你說 不然你台灣人聽不懂 這麼厲害不可以宜傳輸款 所以 台灣人有在說 我台灣要獨立 還在佔領中不可以獨立 所以你如果經常獨立 變成什麼 跟美國直接對抗 所以美國會跟你說 獨立代表戰爭 你怎麼聽 不可以獨立 不可以獨立 不可以 我們要恢復台灣地位的正常化 要怎麼正常化 我怕你 中華民國代替美國 軍事進入在台灣 這麼少 所以我們台灣人 本身又不清楚 所以 要跟你避 中華民國 和中國人 跟你努力 我也能说一说 美国用很多手段 就今天和平条约 上海公报 1972年2月28号的上海公报 来自所有的台湾人 对台湾人怎么称呼 听清楚 The people of Taiwan 今天叫The people of Taiwan 台湾关系华来自 所说的台湾人是什么 The people of Taiwan The people of Taiwan 来关系 The people of Taiwan 这两个关系 都叫做台湾人 但是这两个台湾人不一样 The people of Taiwan 是叫做什么 本土台湾人 The people of Taiwan 是什么 所以 住在台湾的人 所以 美国跟我们说 台湾不可以公投 有关主权的部分 你不能公投 为什么 奇怪 美国是这个 民主自由的国家 怎么不能公投 是什么理由不能公投 因为台湾这个土地有两种人 一种叫做The people of Taiwan 一种叫做The people of Taiwan 一种叫做本土台湾人 另外一种叫做 流氓在台湾的中国人 广南大陆 原来是这样 所以美国你给你反对 美国说 台湾不可以进到联合国 为什么 因为台湾不是国家嘛 台湾要去证明中嘛 说到这个地方 我回到头前 说的那个 问题 台清帝国的大风地中 台湾和澎湖 跟台湾的周边群岛 割让给 永远割让给 日本天皇 所以日本天皇 从那个时候 拥有了台湾这块土地的 所有权 主权 所以美国 他也说 他说 我美国对台湾没有野心 没有领土的野心 你不能想 所以外来你说 哦 你在主地位是没有台湾 要变成美国的五十一九 No 不可能 要变成五十一九 你们说 波多尼克行变了 想要哪 大清的皇帝 可以割让台湾这块土地 给日本天皇 这国家的外面也有多一点 他记得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不可以割让 只有殖民地 拓殖地 才可以割让 还可以割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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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帝国的时候的土 台湾土 怎么缺一点 右边怎么没有 右边是什么两个土地 原住民的土地 左边这个土地 东西大清帝国在这个土地上面 有六个屯肯区 不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所以大清帝国的大皇帝 那种台湾 割让给日本的时候很严重 和不是土地的拓殖地 在这个台湾 尽量都割到日本去 所以日本到罗外 他就发现说 他在台湾 得到很多原住民的反抗 你有去看赛德克巴兰 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所谈 文化不同 本来我原住民一家外户户 我为什么要被你义族来统治 所以他反抗 所以在1905年 日本政府 叫一个人叫做 James Davidson 这人是在1898年到1904年 在台湾 美国的领事馆 下来到厦门做领事 日本政府请他来举个 举一个国际会议 讨论什么 原住民到底 有没有三文字 有没有主权 因为美国有经验 美国跟印度那些有经验 所以讨论的结论 说没有 原住民有部落有酋长 他没有领土没有主权 所以日本政府决定 从1905年开始 动用警察 动用军队 来用原住民征服 你记得我用征服 我没有打败征服 所以在1905年开始 台湾这块土地 经管细报以来 头一次建立的主权 也不难建议 在1922年2月26号 华盛顿裁军协定 华盛顿裁军协定 给国家去签 里面 第19条 有证明 台湾澎湖市 属于日本的土地 我相信这些东西你都不听 我希望你大家都做必须 我所说的 回来 靠青女士都知道 哪些人都会上网去查 看我所讲的 有哪一点之偏差 我今天所说的 都不带感情 那我们总是法律 现在有人说 台湾这个问题 用政治来改革 不好意思 不可能是政治改革 一定要用法律改革 法律如果看这间房子 是你的 什么人来 就是派兵派警察也不好 法律上这间房子 如果你的就是你的 现在怎么会建议我们台湾 我差不多有说 殖民地 还是托子地 可以割让 但是麻烦条约里面 我有一条 要叫辽东半岛 割让给日本 有人说 辽东半岛 怎么会割让 不好意思 三国出来抗议 意大利 德国 和苏联 抗议 抗议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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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你不可以割让给日本 你不可以割让给日本 我说日本 再弄一个辽南条约 用辽东半岛 平和大清帝国 因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谁都不能分割了 就这个和平条约 台湾这个土地有没有挂好任何人 没有 台湾那个土地有没有挂好任何人